成功的第21条法则 成功的第21条法则 就是什么不能够说 但是运力是可以变的 很多时候当你在出生的时候 你的样貌 你的棍甲 你流的血液 都是天生的 但运程就不同了 运程就好像波浪一波一波 走上走下 当你在低潮的时候 要你出来创业的话 可能会输得很惨 在高潮的话 当你出来创业的可能 你占这些比较多 但是不足够的力量 所以要懂得掌握你自己的运 在高低的时候 要再做多些东西 在低潮的时候 要做好最好的准备 在高峰的时候 你又将这些 你自己准备好的姿势 拿出来运用 这样才可以 确保在市场上 赢出来 和在高峰里面 跑出来 是比较赢更加优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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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